西凤凭什么叫四大名酒 就凭这走 天哪 太牛了 给咱们的酒友们一个镜头 各位你们眼前看到的 就是中国四大名酒 西凤酒的厂区 1956年 比我年龄大 这边是老厂区 还就是老厂区有感觉 太有感觉了 这一看就有年岁了 这有厂 现在我们要去参观的是 中国四大名酒西凤的酿造车间 这多少度呀 这大概 70度 可以喝的 咱俩不要喝不 一加糖就没给你 来呢 咱俩尝一点吧 你娘们 娘们 看这酒花 正18九的四大名酒 我开车就喝不了了 我就接花现白了 来六四 咱俩尝一尝 浓郁 强奸 这个味他这种非常典型的那种我们说发霉的气息 而且我说话的时候不停流口水 口齿生津 口齿生津 情感很好 这个茴香也非常好 但这个酒还需要再勾调 那肯定得勾调 这个酒你那你杯喝完你就强到了 哈哈哈哈 都是太高了 这曲房跟我当年来的感觉不一样 更现代化更高级了 哎呀 现在秩序都这样织了 你看那这切块呢 现在都是 小半子 哎呀 这高级啊 上来我们要参观的是西凤酒的这个文化馆 走 一会咱去寻报 西凤霍斯大名酒的就是这个 经典的绿活 这200多 兄弟们 咱给客价 重新问1499兄弟们来看 把这个后头的领头全剧掉 你能喝酒 能喝酒 哈哈哈哈 这文化馆逛了一样 我看着六子好像没让兴趣 我知道他对啥有兴趣 这就爱喝酒 最喜欢的环节 是吧 盲钱 现在 老计划在城市 其实也能请进入到我们的平均的环节 到多少 对 看你喝酒量 老计就这些 我酒量没一点 接下来呢 青森卫生酒两毫升 就在这这些环节 是酒体平衡舌面 两到三秒红颜下 可以感受到神经的甜 舌皮的辣 舌头的酸 以及舌头的脆 这个酒应该年色很长 第三杯的风格有点像那个 红西凤的 你猜对了 我的第三杯酒呢 就是红西凤 怎么样 好酒真的是一口就能喝出来 红西凤 特征很明显 红西凤没什么破价 这没有我的家 兄弟们下来我们要去的是西凤酒的核心和灵魂 就是它存酒海的地方 算是国宝级文物了西凤酒的酒 还厉害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兄弟们 不是普通的酒 西凤凭什么叫斯大明酒 就凭这走 这都真的太牛了 给咱们的酒友们一个镜头 augen 那太牛了 身后的这个大酒 hadi 是正儿八经的国家级文物 就他拿一个玻璃罩子给罩着 这是宝贝 这叫镇场之宝 咱们喝到的很多酒 有些是淘滩储存 甚至有些是水泥池储存 钢桶储存 西凤这叫九海沉藏 明天咱就九海存的酒 咱们九海里面的酒 弄点给兄弟们 就当做福利 随便一个就是66年的 我的爹呀 最老的是这个九三十二号 三十二号 这个九海是五七年的 里边装的酒呢 也是五七年的 这是五七年的酒兄弟们 和你同一年的酒 血 这才是宝贝